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仗后仰 做什么事情都放不开手脚 确实了足够的耐心和信息 最后得到的结果 只有不尽人意 今天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人活到极致 修的就是一颗怜心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延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去年圆明园沉睡百年的古莲复活盛开 让人们纷纷赞叹生命的奇迹 莲其实自古便是宠儿 无论凡夫俗子还是文人默克 亦或佛家弟子都对莲情有独钟 莲之心不争国色不争春 中通外直不染尘 卷书开河认天真 其实人活到极致 修的就是一颗怜心 不争不比 不歪不曲 不忧不惧 才能获得清净欢喜 怜心不争 不争是智 不比不累 富为不争 天下莫能与之争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一个情节 乌斯道给四爷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里一个老汉生了很多儿子 并且有着很大的家业 但继承家业的钥匙只有一把 于是儿子们争得不可开交 唯独一个儿子没有去争这把钥匙 他只是默默地帮老汉做事 打理家业 最后老汉想明白了 把钥匙交给了这个不争的儿子 争是不争 不争是争 不争不是糊涂 而是一种智慧 有句话说得好 不要去追一匹马 用追马的时间种草 待到春暖花开时 就会有一匹骏马任你挑选 人生之累累在心 心之累一半源于生存 一半来自攀比 中国人的一生似乎都用来攀比 孩子从小就被拿来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 比较分数高低 奖状多少 以及考上学校的好坏 等孩子毕业出来工作 又开始比较工作好不好 工资高不高 福利多不多 然后结婚了 又得比娶的人好不好 嫁得行不行 说到攀比 可以追溯到中国人的面子文化 中国人特喜欢维护面子 又特别善于委屈李子 面子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就等于尊严 等于存在感 以前有个春晚小品 叫有事您说话 郭东霖是个没什么关系的小科员 但他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有本事 大半夜排队 甚至贴钱给人买票 票买来以后 他跟别人说票是通过关系拿到的 别人回报他的只是很多报废的牙刷 这种面子不让李子难过的例子 生活中也特别常见 中国人的攀比是一种原始嫉妒 但又充满了中庸的矛盾感 人们都想做被嫉妒的人 最喜欢和差不多层次的人比 但又不想超出太多 怕遭到愤恨 普通人肯定不会整天想着和马云比 最想成为的是小圈子里的成功者 其实越爱攀比的人 就活得越累 人追求的应该是幸福本身 而不是追逐别人的幸福 连心正直 不歪是德 不取是品 家有八年 儒家理学思想鼻祖 朱国怡在南康郡做官 常与文青诗友 四处游览美景 大家兴致来了 便作文 朱国怡一气呵成 一篇一百一十九字的散文 就是名传后世的爱莲说 正是莲如其人 文也如其人 他一生正直高洁 清莲勤勉 不同于陶渊明笔下的菊 菊是逃避现实的隐译者 而莲则不同 无论是外界环境淤泥还是清莲 莲都能保持中通外职 坚守自我 在这个物欲繁杂的世界 人周围的诱惑也与日俱增 但我们始终应该坚守住 内心的道德底线和行为准则 网上有一句话 世界上能真正体会生活之美好的人 只有两种 一种是孩子 一种是看透世事的老者 海提时代天真快乐 是因为他们想得简单 老年人宁静安详 则是因为他们参透了生活的真谛 寒山时德对问路中 有一段很经典的对话 寒山问时德 世间有人伴我 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贱我 恶我 骗我 如何处之乎 诗德说 只是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年轻时看 只觉得诗德大师的话 太过于软弱 年纪越大 却越能感受到 这段话的大智慧 曾国藩20岁左右 求学衡阳时 同社里有一个叫 杨普瑞的同窗 依仗家里权势 平时十分骄横 有一次曾国藩 坐在窗前 就着窗外的光线 大声朗读左传 读得正专心 突然听到 有人大声吼道 曾国藩 你把窗户的光都挡住了 我怎么看书呀 还不赶紧挪开 其实杨普瑞并未读书 而且他的床 靠着窗户的另一侧 但曾国藩没有理论 把凳子移到自己的床前 重新读起来 正是凭借这份难得的隐忍 曾国藩才能学有所成 最终走上仕途之路 成为晚清将帅之才 有一句话说 小不忍则乱大谋 生活需要一份 甜淡平和的心情 一份简单淡定的人生态度 人的品格如同精神的骨架 支撑着一个个奔走的身躯 但各色各样的人 都披着迥异的外衣 让人很难一下子变轻 有的人看上去很愧违正直 相处久了 却发现其精神上 哀笑猥琐 有的人看起来不起眼 却在平淡中 让人心悦诚服 那是看不见的人格之魅力 人应如连 道德上是清白的 品格上是高解的 不歪不屈 才是方方正正 一撇一纳的大写 人字 连心自然 不忧无仇 不惧无畏 人到中年 很多人活得就像一部西游记 悟空的压力 八戒的身材 沙丧的发型 唐僧一样的续道 而且离西天 越来越近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 到了中晚年 全长了遍 在浮躁的社会 我们如何才能做到 少愁无畏 其实人到最后 求的都是一个心安 不愧于父母 爱人 子女 朋友等 更无愧于心 便能坦然地 立于天地之间 如连斑 停停静直 家人无需太近 牵挂就好 朋友无需太多 真诚就好 财富无需太多 够花就好 房子无需太大 温馨就好 车子无需豪华 平安就好 人这一辈子 生于自然 归于自然 中间也要活的自然 佛家以莲花 欲菩萨 修行十种善法 一离诸污染 二不与恶聚 三界相充满 四本体清静 五面向心仪 六柔软不色 七见者皆急 八开 福聚足 九成熟清静 十生已有响 人生如连 心安则连开 花开则见佛 步步生连 人生的祸 连心可解 世间的苦 连心可淡 幸福的禅 连心可参 滚滚红尘 一颗连心 洗净尘埃 荡敌自然 愿你如连 修得一颗连心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